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所谓权退之前 曾经两次签署命令解封五项列作保密防扩散的档案 解封档案主要内容涉及 1949年之后中国发生的各类非正常死亡人员状况 中共党政军与当局的机密情报资料被外泄的状况 以及中共党政军部门和公职人员受到所谓暗杀的事件等等 香港弄像杂志在3月号报道中刊登了一篇胡锦涛全退前解密五项案文章 报道说胡锦涛今年2月底及3月1号两次签署主席令解封保密档案 其中包括 1.解封关于1949年10月1号至1992年底各地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经济财产损失情况统计档案 2.解封对于1949年10月1号至1982年底 各地被公安司法部门在拘留审查服刑劳教期间 非正常死亡人员状况档案 3.解封关于1949年10月1号至1980年底 被中共党政机关企业单位拘禁 隔离审查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状况档案 4.解封关于1949年10月1号至1982年底 中共党政军和国家绝密机密保密情报资料被盗 被外泄状况的档案 5.解封关于1949年10月1号至1982年底 中共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 营地及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 受到武装暴力攻击 袭击和暗杀等事件档案 据解封的部分资料显示 在33年期间 发生武装暴力攻击 袭击中共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 营地的事件有3447宗 而针对毛泽东暗杀攻击的有35宗 周恩来17宗 朱德9宗 林彪8宗 邓小平11宗 宋庆龄4宗 华国锋3宗 胡耀邦2宗 万里2宗 杨尚坤3宗等 不过这些以下令解密的档案 不会向社会开放 扔设有等级规定 及解密内情程度的范围规定 披露是一件好事情 我认为呢 披露的信息应该是接近真实 我希望这样的信息越来越多 越多越好 让中共的领导人意识到 他们是对人民妥气的 让中国大陆的人民知道 反抗暴政有各种手段 不需要恐惧 不需要害怕 人民推翻暴政是天赋的权力 天赋的人权 时事评论员汪北继强调 他并不是主张鼓励暴力 而是在中共强大反人类暴力的前提下 中国大陆民众以各种形式的反抗 都值得鼓励 为什么中国大陆上 群体反抗事件越来越多 在美的中国反政治迫害同盟主席刘英全认为 大陆公安局的黑社会化 法院的官僚化 公检法官员腐败 上访民众被抓 被判劳教 造成民间冤案百出 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官僚化 党群关系恶化 干部和群众的矛盾激化 社会严重不公 特别是司法腐败 公检法的腐败 公检法判案不公 造成了大量的冤民 造成了大量的冤案 这些冤案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去解决 那他就只好全都选了 王北极表示退出中共组织是值得鼓励的反抗中共暴政方式 随着反美大法学员退党中心的义工们 在全世界的直至不变的工作 面对中国大陆的传政啊 电话呀 网络呀 更多的人看到了真相 更多人不取的勇气 每一个人退党都会增加他身边人的勇气 没看到别人退党 自己也会获得勇气 所以讲真相退出这个协党 最终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民主的中国 而离愿你这个共识中国 王北极说 中共面临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人民的唾弃和反抗当中彻底的解体 并永远消失在人类的舞台上 老百姓